发现没有 N4H这个战队 特别喜欢在第一局 使用到盛星医院这张地图 对 我们看他们这把 会不会打一个他们习惯的超修流 对 速修流 前锋 先知 因为搬掉了机械 搬掉了机械 那放出了小米的前锋 小米的前锋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我们也是见到过的 他的这个 在加上球图 球图在开局的时候 在大门旁边的那个位置 被拦了下来之后 选了一个祭祀 我觉得小房有研究过 我再看了一下 我们把把超修 不可能给你玩超修 对 我把机械师给扳了 因为他说机械师 反而还是一个点 因为他还能用娃娃修 所以他选择放出球图 但是N4H也是转得很快 脑子转得很快 是的 是的 有自己的一个体系在这个医院 所以我才有这个胆子 在第一局 我掏出这个医院 给你去进行博弈 但是小房在这里的话 这道阵容打女巫比较累 他是选择打小提琴的 对 刚刚他们其实都是朋友 小房亚跟这个孟宝说梦 都是朋友 那相信他们在这个小提琴上 肯定有一定的自己一个沟通 小房亚其实也是有压力的 因为毕竟的话 洛轩是自己的朋友 刚刚你打这么漂亮的一个小提琴 我也得打回来 我也得打得漂亮 对吧 这个作为朋友来说呢 大家是一个友好的沟通 但在比赛上 大家也是竞争对手 但是我觉得 这套阵容 这套地图小提琴家不好的 就是光从两边的阵容来看的话 我觉得求生者有更大的一面 就是小提琴家保皮能不能保 能保 能不能赢 还难说 除非他就是像刚才说梦那样 上来秒拉弦的那种 现在看一下他们的天赋点上 带的是什么天赋点 对 刚刚说梦那个天赋也是值得平 就是在我面前没有开门站 对 那么看到了监管者的话 直接往医院走 医院走的话是个祭司不太好追 是的 他在开局追祭司的话 能给他绕晕 这边带的是底牌 腕牛 然后是狂暴愤怒 点抗性 再加上一个困兽之痘 就是因为他要穿气质的痘 只有困兽之痘 配上一点愤怒 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加上还能扛前锋的球 是 去转去圣女像 对 看了一圈医生的 医院的祭司 真的是没办法处理 找到了这里 应该是全场最香的先知 那第二个点找到先知 其实还不错了 这根弦 来控一下你的走位 一拉拉不住 但是这边的一个位置 可以打一个普通的攻击 对 等一下一个技能出来以后 看看能不能再封一波走位 这块板子不踹 想要通过技能来压你 哎 这边两秒钟以后闪现好 不能走就交互点走 走 没拉到 我刚刚想的是闪现好了 会不会闪现一刀追个震慑 这边鸣也是很拼啊 这他也敢翻 因为那个地方你不吃咸 你也吃 你也能吃一刀了呀 就是有可能闪现一刀 有可能这边 就吃咸的呀 吃的呀 但是他 咸拉晚了一点点 哎 直接倒了 可以也还行 这个闪拉到了 对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波抓人的一个速度 其实算是非常非常快的 而外面的三个球者 都是修不太快的那种 我们注意一下 拥兵是来救第一波 前方的电击修了将近60% 还是电击不太够 这道阵容就是最怕就是先知倒 然后先知倒了以后呢 外面的队友修不太动 等到这个先知二挂 被挂上的时候 可能三台机才能点掉 这样的话 等到这边先知 哎 这边先拉到了 虽然说无伤救 但这先知直接二挂 是 下一波就完 等于说前锋这个时候 差不多就要准备来救人了 前锋的电击刚才看到60% 现在也就70%80%的样子 修不太过 哎 看这边还要往前锋光向那边 倒过去 挂的话应该是挂在 生女巷这里 对 生女巷 看前锋的电击能不能修完 前锋电击修完还行 如果修不完 可以修完 可以修完的话还不错 他是一个率先亮机的一个点位了 至少自己的电击修完了 那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这边就 可以过来干扰了 小米会不会选择一波拉球状 拉球状 然后保一个无伤救 争取打一个平局 有可能 保一个平 然后看看后续 他不救了呀 他这边直接修起第二台了 选择让佣兵再来二救呀 好像佣兵这里卡着 耳鸣卡着 搞不好就不救了 那这个这个先知不要了 这先知不要了 他们就是等于说 刘刀剧去争取一个后续更加稳定的一个平局 然后有机会马上三跑 但是这个局 小黄鸭现在如果说他们不救他还真的做一个防守型头部蛮难去打开场面的 因为佣兵这边三个护币 这边吃了两个debuff 对 你怎么走呢 你弹个步 到前面的板子能下块板 再跟你拖一拖 这里护币的cd好了 绕一圈以后可以再弹一次 但是他最好是等到 刚才有说最好等他技能交出来 这里祭司拉大豆 两个人差两台机 没拉大 差一点点 佣兵还是蛮优秀的 有一说一啊 佣兵还是蛮优秀的 他这边躲技能 包括他的走位是没有给到机会的 你觉得佣兵会不会留最后一个户币来打开门站 因为这个时间点如果佣兵户币交完 待会上挂了以后被救下来开门站 佣兵可能会显得比较的弱 我觉得有可能他会 不留 刚说完他就直接打脸了 不是他可能觉得就是队友之间交流下 觉得电机不太够 你还要再拖 你光凭一个小搏面的时间不够 我至少要保证这两台电机有一台开了 那么我可以让剩下的一个人来救你 然后一个人压另外一台机 如果两台电机都不够 你这边后面不交我直接打脸 但是想发生这边祭导佣兵以后 他也是觉得 直接传了 我如果说这里去挂佣兵 你这边电机两台点开 我可能最多面临的 最多最多就是开门站的时候 有机会争一个三抓 但是想要压住场面已经没有机会了 对 那另外的话 他这边排到耳鸣 切了一个传送过来 干扰了一波 但是实质上的一个效果不是特别的大 能不能找到佣兵啊 这时候其实把佣兵挂上也不错 但是佣兵的位置他可能不太好 确定找到了祭司 祭司赶紧拉走 我们看前锋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电机先点开 因为前锋的电机一旦点开了 那么这边祭司手上还有两个洞 哎 这边祭司打到一刀 打一刀好 两个洞 看一下 两个洞的话 无论进医院也好 进废墟也好 拖的时间都还不错 佣兵这边交调自摸起来 外之后重新修一台 怕小房亚这边手电机 这个鞋 多补一台 被盖一板子 但是没什么 没什么大关系 没什么大关系 这里佣兵这台点开的话 那基本上手电机这个战术 不耐心 这个想法已经是 就可以宣告失败了 没有机会了 那这边祭司流动 准备打开门战 前锋手上还有薄命的 没拉到 对 这里前锋有球有薄命 开门战还真不好说 这里 这块板子先不下 给你卡一卡 穿得到 打倒漂亮 等于送到自己脸上了呀 佣兵的电机应该是差了没多少 估计十秒左右能开 百分之十不到了已经 前锋可以选择一波 比较球稳的撞救 这样的话不会给到任何的机会 对撞救 撞救的话就自己保证一个满血 然后祭司还可以进医院 有薄命 这里小花牙想要通过技能击打 那祭司这边电机 直接点亮 穿一个洞 走 这个洞还被打掉了 跟过去前面有一个窗 还是上二楼 翻窗 可以绕起来了呀 对绕一圈 但是祭司想要争取三跑的可能性 应该没有了 看这个鞋能不能拉到 或者打一个无穷洞 无穷洞扫起来 没什么都躲掉 哎小房亚这边我觉得不要贪了 追这个祭司 文宝一个平局可以了 没办法 因为这个局 球者确实很优秀 又立起来以后直接重修一台 对对 那你手电机也守不成了 太果断了 对 他不会给你机会的手 他知道你有想守的意识在里面 他不给你手了 是的 那这边前锋 因为薄命眼镜交了 虽然说刘有大半哥球 但是也就门前转一转吧 没错 直接拉球出门 好的 那么恭喜双方在这个第六局当中 上第一局小局当中是 握手联合 对 各拿两分 也还是大帅来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这把 其实我赛前也讲了 对于小店家来说 他其实是很难打的 因为这套阵容很扎实 祭司在医院 等于说你基本上 一个小店家很难抓他 那么他能够在第二个点找到先知 并且快速击倒 能够保证前期有一个挂飞人的优势 已经非常不错了 但是呢 又说到了 这三个人的这个后期真的太扎实了 对 就是这套阵容 就是幸好你抓的是一个先知 你要是但凡换一个人抓 这局可能就变得一个三跑去了 谢谢大家